這不是說我不會說的啊 蕉農主人百思不解的 無風也無疑的天氣 好端端的蕉原 怎麼會有十幾根的香蕉樹被藍藥折斷呢 蕉蕉那裡高啊 這裡高啊有沒有 這個啊 有沒有 這個現場你看 有沒有 這條這麼高 有沒有 這不是山豬 你看 它都尖爬起來 它扒下去 整個底下像這個 原來果農懷疑山豬入侵的可能性 但很快就被推翻了 因為樹幹中段有深深的抓痕 在地面上還有超大的腳印 長長短短的抓痕出現在樹幹上 如果是抓在人的身上 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對啊 它抓一邊 它就倒下去了 要這樣 有沒有 這差不多現得那麼高嘛 這也都是 像我們這裡一定二三個 有淡白痕 還有高痕 這也是 像我們去藏的 怎麼有高痕 就搞不清楚了 農民看著滿目創營的農地 懷疑又有黑熊來了 由於這已經是兩年來 第二期的黑熊出沒 搞得農民人心狂煌 這裡也沒辦法 因為它不定時的炸彈 它總是要來你也不知道 真的啊 資格一年在台東四七二十分鐘車程的立即不落 出現疑似黑熊的蹤跡 它又如何會離開山區 來接近人類居住的村落 在面找到答案之前 要提醒民眾要小心熊出沒 東台新聞成績悲難相報導